以前我也讲过 天上飞的这种动物偏热 地上走的偏中 海里游的偏寒 偏寒是它的特点 不是它的缺点 如果你能把它很好的消化 吸收利用的话 这种寒就变成了一种 滋阴的这种能量 或者是物质 另外海产品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如果消化不了它 那它就是阴寒的 如果你能把它消化掉 那它就是 就像这个狮木头 你能把它烤干了 它再找起来 那就是壮阳生火的 所以很多人说 你到底说这个虾是阴的还是阳的 是吧 不一定 是吧 你能把它消化了 吸收利用了 它就是壮阳的 生火的 你要消化不了 那它就变成阴寒凝滞的这种 弹尸 是吧